馬英九在這個時間點去 各位 我認為不用再說什麼 他早就計畫好了 根本就是奉旨前往 奉旨北上 確實是如此 想想看 夏麗妍第一次去 是什麼時候 裴洛西訪台 中共軍演 夏麗妍去了 第二次夏麗妍又去了 怎麼又是在那個時間點 剛好是間諜氣球 這一次馬英九 因為有披露嘛 說他本來是下半年 合理 因為他如果要帶學生去的話 暑假是最好的時間 對 這個時候怎麼會帶學生去 對 所以祭祖 你看到只有一次的行程 其他都帶學生去 他其實祭祖是名義上 主要是帶學生去配合什麼 新年是什麼 他們的民主協商元年 統一學商元年 我們先就來看 馬英九會不會去見王滬寧 這我要講的第一點 第一點馬英九這個時間點去 當然是老公要他去的 他就乖乖配合 我不客氣的講 馬英九 你這麼老了 你以為你是什麼 你像個芭比娃娃嗎 配合老公被他玩弄在手上嗎 就算是芭比娃娃 你是老芭比吧 我覺得一個卸任元首 怎麼可以把自己做到這種地步 他其實帶給老公 內外雙重大效果 第一個大效果是什麼 對內 各位要知道 蔡英文如果這個 如果說三月底四月初 他去訪問美國的話 他會造來什麼樣的效應 因為剛好就惡物戰爭 已經大戰要開打 全世界架構這個為俄羅斯的網 然後呢 蔡英文去跟民主世界站在一起 因為烏克蘭之外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臺海情勢 結果呢 蔡英文去 那當然對臺灣的國際能見度 尤其臺海問題 不是內政問題 是國際問題 是自由民主跟極權專制的對抗 意向非常鮮明 臺灣就吃了大不完 可是他這麼一去的結果是 第一國際上 你給國際個錯誤的訊號 就是說臺灣內部卸任的總統 幹了八年的馬英九 以記主之名回到中國去 所以臺灣內部很多人 其實是要跟中國親近在一起的 那我請問你 如果你是美國 你是歐盟 你是日本 你是澳洲 你會怎麼看臺灣 你自己的事情先處理好吧 你們自己都不團結了 我們怎麼來幫助你 這就好像俄烏為什麼打仗 很簡單 因為當習這個 普丁在演習的時候 俄羅斯裡面還是有不少人 發表親俄的言論啊 你可以想想 如果那個時候 烏克蘭的前總統 跑去俄羅斯訪問 那是不是給普丁一個強心針 今天就是這樣 中國已經擺明了 我是民主協商的元年 你來了 所以你是告訴中國 有禮應外合的力量嘛 我這個幹了八年總統的 我都乖乖配合去當你老八匹去了嘛 所以你們就儘管嘛 臺灣就分化嘛 沒辦法團結對看你嘛 這是在為臺灣引戰 這讓臺灣從國際問題 被他帶成孤立成好像內政問題一樣 第二他幫習近平解套啊 因為蔡英文只要一去 我告訴各位 這個事情中國網民一定會看 新聞就是會看到 好了 人家就會比較啊 你習近平中國全世界在孤立啊 大家討厭我們 怎麼一個小小的臺灣 一個蔡英文可以收到那麼大的歡迎 可以正式去訪問美國 而美國是要孤立我們 那所以馬一九去 他甘為馬前主 我必須要講 你為了刷你這些存在感 你為了你自己 你所謂的歷史定位 你傷害的是臺灣 我只有只是問 你會不會見王滬寧 見了王滬寧 你是要配合他的 所謂的反對臺獨 九二共識 你敢不敢在王滬寧面前 大聲的講出來 說 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是中華民國 臺灣的卸任元首 請你中國不要飛機擾台 你如果可以說 你如果敢說我扶了你 你如果不敢說 我必須要講 你就是出賣臺灣 傷害臺灣國際利益 這個時候最大的罪人